欢迎收看明日午夜新闻 我是许仲江 新闻首先来关心两岸和平协议 双英继续隔空交火 蔡英文晚间再批两岸和平协议 就是中国设下了陷阱 要台湾付出政治代价 不过马总统利用下乡的机会 强调一定会捍卫国家主权 有民意的支持 才会签署两岸和平协议 全国上千名金融从业人员代表 一起大喊加油 蔡英文听了心情好得不得了 各着满场的金融界精英 她再度重炮出击 过去的三年多来 其实政府都没有聚焦在这些问题上 那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跟中国的F1 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F1的销售 其实还是有限的 但是这个政府正在付很庞大的政治代价 在这个问题上 我跟各位报告绝对不会 我们四大确保 第一个确保 就是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的独立跟完整 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 为了两岸关系 双英格空护杠 尤其是最近火热的两岸和平协议 蔡英文更认为千万不能大义 那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近来总统讲的这个两岸的理系 其实他就是一个中国等着我们去付的政治代价 那么在他才会留下一波的这种继续让利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以民意为依规 不论是我们两个前提里面就包括要有高度民意的支持 这样子我们才会来考虑 两岸和平协议双英各自表述 燃绿在两岸关系上还是两条平时线 民事新闻中文